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这里是台湾风情接地下美食会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风情 有多地下还是有多台湾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喝奶茶的奶爸狗狗 来自上海 现在就在上海 这一只 妹妹 吃吃 背筋 这一只又在家里在皮了 然后干脆带他出来走一圈 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下上海的烟火器 刚好我也是很久没在这里走动了 然后看一下 觉得也是很新鲜 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呢就是一个上海的传统市场 它也是属于跟台湾一样 跟北投市场一样 它是属于市内的市场 现在是下午 所以没有什么人 上海也有一些马路市场 但是马路市场 通常只有上午会摆出来 起场 他老板 好美的腰瓣 这个还不算很大 这上海这种肩钱基本都是买容易买的 但是这两条市场 感觉 已经不行了 这是牛肉 肉类 水果 然后通常这里会有一个公平层 就是怕有一些伤犯 肩上缺精少量的情况 所以他的门口会有一个公平层 看这是一个上海路边的垃圾桶 才看到一个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上海现在的路边垃圾桶其实也已经不多了 然后有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丢放生活垃圾的情况 然后像上海的人行道通常还是蛮宽的 就是大概这样的宽度 所以一边有停 非机动车的话 也还是不会太妨碍 行人的走动 然后像这种黄色的 还有前面这种蓝色的 蓝色的就是凤小山车 通常就是随接随停 因为到处都是会有人用 所以不会 不太会担心 这边骑到 骑回来之后就没有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超商便利店啊什么的 像上海店铺的这些招牌 之前好像有一段时期都整改过 所以都是变得比较统一的规格 而且它是不允许伸出建筑物外面太多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丑的 就是看上去很没有生气的感觉 就一块块贴在那里 不像香港或者台湾 它都是有一块块霓虹灯招牌伸出的 就是晚上看起来会很好看 另外就是像可能台湾的街道 可能相对窄一点 然后就远处拍上去 就是有一整排的那个霓虹灯招牌 感觉很好看 像上海现在基本上都是 就是这样子的招牌 然后这里一路就是很多点心店啊 小吃店啊 还有一些买菜的店 然后有一些生活的 像什么医疗也有 然后文具店之类的 各种各样 反正生活总之还是蛮方便的 然后前两天我还发生了一件很不习惯的事情 就有一次我过马路 然后我这样走过去 然后有一辆车子横向开来 然后我走的时候是绿灯 它横向开过来要转弯 我就感觉很奇怪 然后我想它那边是红灯 怎么可以转弯 然后我就停下来怒目瞪着它 后来一想 这里是上海 红灯是可以转弯的 它可能也是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它没有礼让行人 我走在人行道上它没有让我 所以还是它比较不对一点 至于上海为什么红灯也是可以转弯的 因为真的是上海的车可能太多了 如果你红灯不允许转弯的话 可能整条路都会堵死在那里 所以这里是没有红灯不可以转 又转了这样的规定 这里有一家崇敏老库 它的特色是崇敏三黄鸡和白切饶肉 还是蛮好吃的 崇敏可以说是上海一个离岛 它就是有酒酿 酒酿还有这种崇敏糕点 崇敏也有种子吧 我都不知道 因为有一些糕点 然后这边烧麦 还有这种八宝饭 这边就是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看一下 欢迎欢迎神秘老婆 全场七八折 全场七八折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我没有看到 欢迎欢迎神秘老婆 全场七八折 全场七八折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然后也有一些修脚店 然后有水果店 也有像一些按摩店的地方 正规的按摩店 然后这几年有蛮多这种 生鲜超市 就是可能蛮鲜 通常都有菜 这样子就在小区 其实买起来还蛮方便的 这里是一个目前上海 比较 算比较新型的百货公司 就是上海现在新建了很多 类似这样的 有露天的百货公司 就跟美丽华 大直的美丽华有一点像 它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露天的地方 而且这种百货公司 它就购物比较少 大部分就是这种餐饮店 然后这里一楼和二楼 基本上都是餐饮店好像 然后在楼上是有那个 KTV和按摩店 然后还有一些小孩子游玩的店 就很少有购物 购物都是一些比较偏生活化的 像去城市这些地方 然后平时周末或者是晚上 大家就会到这里来逛一下 然后遛小孩给小孩放电 然后买一些小吃 或者是在这里约晚餐聚餐之类的 这是比较偏生活化的百货公司 不是偏购物的百货公司 上海现在这种很多 然后它的露天广场 就会有一些集市 什么卖一些小东西 这里竟然让我找到了台湾的夜市的感觉 还有打气球 这是另外一个百货公司的室内 今天是周末所以人还是蛮多的 然后我看到很多餐饮的门口都在排队 这又是一个上海海赛充满烟火吃的地方 它相当于夜市 就到处就是这样子的 两边都是这样子的小吃烧烤啊小龙虾 然后烤肉啊喝酒啊 现在时间还不够还不够晚 天还没有完全黑 等到天黑的时候 这边真的是做完 很热闹 很爽 很爽 这边呢吃烧烤还是可以比较放心的 因为这边不是唐山 不至于被一群壮汉回欧 然后这也是一条很神奇的路 从一点点开始 三年前有许多店铺在这里已经找不到身影了 就是我离开的时候有很多天 现在都已经完全失踪了 但是那些店的位置又开出了新的点 就是我不知道疫情到底是不是影响真的很大 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会选择到上海来做一些这种门店小吃啊什么的 虽然上海房租真的是很高很高 但是就是大家层出不穷 然后这条街也还算一直比较热闹 然后像我记得之前这里有一家清新图泉也已经灌门了 然后可能被本土化的一些新出的饮料品牌给取代了 因为像饮料这种东西真的是淘汰率很高 有新的大家都会喜欢选择新鲜感 这条路其实蛮难走的 两边都停的车 然后很多这种外送人 因为真的全都是饮料店啊小吃店啊太多了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这里是台湾风情街地下美食会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风情有多地下还是有多台湾 这里就是台湾的风情街地下美食会 这个地下我就不去了太乌烟瘴气了 然后里面都是一些不知道什么炒饭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非常感觉非常糟糕 完全没有胃口的餐饮店 然后这里有淮南牛肉汤香菜馆 在前面是什么看一下 尖养啤酒屋 叫了只炸鸡 然后前面是沙县小吃 然后这里是罗斯本 重庆特色面馆 然后再有什么我们来再看一下 灰味小馆安徽菜 然后这里是玉香 重庆和渡南的都是辣的地方 然后这是成都 然后这里是什么 摩都三兄弟 上海的嘛 然后这是韩国食锅饭饭 江西菜馆 水饺混沌 大谷米线 大谷米线 大谷米线还跟台湾搭一点偏 但是它的米线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里是水煮鱼 这里有一家什么乱七八糟的超市 然后海鲜烧烤 这是什么胡辣汤 胡辣汤是武汉 湖北的胡辣汤 所以这一条 所谓的台湾地下美食 什么什么风情街 跟台湾完全没有关系 其实上海还是有蛮多像这种 什么台湾风情街 日本风情街 欧洲风情街 但是这一条台湾风情街 是我所看过的 异国风情街里边 最不沾边的一条 跟台湾完全没有关系的风情街 逛到差不多天色有一点变黑了 这一次小的也睡着了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上海烟火去 大家探电之旅就到这里了 这些其实也是我新鲜发现的 就是我以前看的那些电影 都已经不载了 然后我第一次这样看 也是觉得很新鲜 好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 拜拜